大家好,我們是例典天主教中學的學生 我是對象博家熙 今天我們會介紹香港歷史古蹟文化遊 由我們親身獨自安排 保證你旅遊十分獨特 我們第一天在集學之前 建議大家先自行進食、進餐 因為我們的行程都有點趕絕 在集合後會首先乘搭交通工具 之後參觀後王古廟 之後再乘搭交通工具前往九龍參觀九龍 之後我們便會自由進測 或者跟隨我們所推介的前往九記九粒藍 第二天我們會先到尖沙咀中樓 之後再前往1881即前景水景處 之後我們便會進餐 進餐的地點為 餐廳為一日三餐 之後進餐完北後便會去雷生春參觀及理解背後歷史 最後一站我們便會去香港天文台 晚餐我們便會吃天才的食物 而第三天我們便會先到銅鑼灣天候廟 之後我們便會自行解散進餐 之後我們再集合前往東華三院文化館 之後我們便會真正解散進餐廟 之後我們便會真正解散進餐廟 以上就是我們三天兩夜的行程安排時間表 接下來我們便會開始介紹 第一天我們會去的是九龍城聯合道後和廟 以及東華三院文化館作為行程的最後一站 首先九龍城侯王古廟 九龍城侯王古廟於2014年被列為法定古籍 flying by 九龍城聯合道後和廟 更是九龍城聯合道後和廟 本廟建造天年份已不可考 根據廟內的古中推斷 後皇廟約用正百年和畢後七三明年 即一七三明年和近廟建造天年份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而我們第一站之後的第二站就是九龍寨城公園 只在故廟旁邊 所以十分快捷 九龍寨城公園坐落於本港最具獨特歷史性的地點之一 原子為九龍寨城 位於當年九龍半島東北角麒麟 今日的九龍灣 位置曾具戰樂性價值 早在十五世紀 他已經被當時的中國官員使用至1668年 近在那裏建造了一個戰台 及至約於1110年 在接倫的沙灘盡頭興建了一座炮台 在1841年 英國佔領香港島後 在該處的中國海岸防衛方面的重要性 更大大提高了 一座在建固石牆六座聯網和四道門圍繞著 而面積達6.5英零的債城 於1846年 11月25日至1847年 5月31日期間等 造成而建成 而我們盡餐的地方 名為狗技牛腩 而狗技牛腩的簡稱狗技 在香港一間以牛腩著名的食市 位於上環歌庫 加二十一號 已有九十年歷史 而青湯牛腩及咖喱牛腩物名 湯底以中藥配方制成 苟技現由潘國餘興經營 東主青 前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曾任權三代都有到此光鼓 之下我們便會回到我們所預定安排的酒店 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香港文華東方酒店是五星級酒店 而位於中國皇后帳 廣場西不則 原子為皇后罕 可以盼望到維多利亞港的景色 酒店由香港中華著名地產商自地公司發展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成建 1963年9月開業 當時名為敏華酒店 酒店開業至今 由大堂的裝修 油畫至下坊的炭火燒哈勞等 一直維持英國式的傳統 好了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已經完畢 第二天的行程已經開始了 第二天我們第一站會 真正的地點為前九廣鐵路中樓 尖沙咀中樓 Hong Kong Croke Tower 正式名稱為前九廣鐵路中樓 位於香港尖沙咀海旁 屬九廣鐵路舊尖沙咀火車站的一部份 在1915年建成 並於1990年列為香港法定古傘 中樓員工初期 布什大宗是使用 原本位於香港島中樓當時 不久的 北打街中樓的布什大宗 當時中樓只有一面 而列為古蹟的原因 是因為尖沙咀火車站於1975年 卷遷著紅磡填海區 而尖沙咀的舊火車站 大樓則在1978年查寫 原子興現代香港太空管控 香港文化中心 中樓在香港市民的要求下 被保留到來作為歷史集體回憶的標誌 1990年7月30日 尖沙咀中樓被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 被評定為香港法定古蹟 受到古物及古蹟條例的保護 而我們接下来的行程 要乘搭旅遊巴或其他交通工具 需要187分鐘的行車程 由尖沙咀到尖旺區 接下來的這站前往到1881 即前水景總區總部 1881 前身身為水景總區總部 位於香港九龍由佔旺區尖沙咀廣東道2號A 1884年1996至1996年 其間水景總區總部 1994年成為香港法定古蹟 該建築在2006年由長江實業建為酒店 持有小型商場 名為1881 在2009年11月11日 13年前定式開幕 而1881的建築特色 是因前水總部大樓 具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特色 旁邊設有舊尖沙咀警署共用的馬房 大樓南面也建有一座樓方兩層的布士塔 為1907年順好山的布士塔 建築前的布士塔 布士裝置千里後 改為水景展覽館 這座古建築是由五祖建築物移成的 包括主體大樓馬列布士塔 即為原屋 以及九龍消防局和消防宿舍 建築物在2009年改造完成 佔地約13萬方尺 設有不多的30多間酒店 房間面積由188至1000平方尺 房內擁有8多年的歷史火爐 沿水警務總部內的一額爐房仍然保留著 然後我們下一站就會乘車前往旺角餐廳 名為一日三餐 地點是九龍旺角通賽街2Q2Z空王大廈地下7號鋪 我最推介的就是它的菠蘿油 歐油分量並不佈流程 旁邊是我們一日三餐夜餐牌 大家可以看看 然後我們會去第三站 我們會去到雷新春 雷新春英文名為雷新春 位於香港九龍旺角禮芝角度及唐味道交界 是具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的唐柳 全原本由九龍巴士創辦 人之一雷亮有名雷向康偉持有 建築特色的唐某 含於對聯,雷與攻心揚灑露,失聞若望若迴春 意義著雷新春的藥品是能夠妙手迴春 歷史緣故是新於廣東省台山市的雷亮來香港以經營的運輸和貿易生意自負 是九龍八市的創辦之一 1929年,雷亮家族向香港政府扣入旺國禮之角度 並邀請建築師布爾W.H.Bron慶見雷新春 雷新春在1931年建成,地鋪為雷亮的台山同鄉兄弟雷瑞德醫師 他後來與雷亮和另外三人合辦了九龍巴士 開始的雷新春醫館和藥店 上面有三層雷亮家族的住所 雷新春藥品在當時附近的街頭逆受居民歡迎 並行銷海外 雷亮在1942年世世 雷亮春跌打藥店在數年後結業 其後曾在用作、商駐及出租服店等用途 在1980年代開始,雷雙春住宅部分長期荒廢 但地面相報仍然 這是雷雷亮的進化歷史 大家可以看看 第二天的最後一站為香港天文台 香港天文台簡稱天文台 英文名為香港Observatory 宿舍為HKO 香港天文台建於1883年 是坐落於九龍一個小山優常 並於1912年正式名為皇家香港天文台 天文台維多利亞建築風格具有 樓高兩層呈長方形 愛牆經過粉飾 紅營窗和長廊別具特色 附近資深大陸樂性 天文台國技術 天文台國技術 以及職務部門已簽著身下 天文台曾低屬 天文台現時低屬的是皇家香港天文台 在1945年8月30日至1946年6月17日 都是由英國皇家海軍以及空軍體屬 而1946年5月1日至1976年是由負政司處經濟科管理 而1976年至1997年6月30日都是由保證司處經濟科處理 而1997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都是由經濟科管理 而2002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都是由經濟科管理 而2002年7月1日至今都是由環境及生態局管理 而第二天最後晚餐是吃九龍城美食甜菜技 甜菜技是法哥早餐經常去的粥品店 通常他都會點魚片牛肉粥或者魚片鯨子粥 再配炒麵 而韓國中藝知名中藝Running Man到香港拍攝時都有到辭菜房 天才技1948年開業 經營已70年歷經三代曾在2014年建業 但在熟客的鼓勵下,一年後重新開業 天才記的竹筆即叫即做,對食品的態度十分認真 我們推薦的菜式由竹、炸糧和炒麵 地址在九龍城龍江道35號地鋪 營業時間是星期一休息,星期二致日 以及公眾假期及前夕是早上7點至下午5點 而前往方法就是乘搭港鐵後,在宋皇台站B3出口 步行約兩分鐘便到了 而第三日,第三日亦是我們的最後一日 最後一日會前往銅鑼灣天候廟 銅鑼灣天候廟有稱燈龍舟天候古廟或簡稱天候古廟 位於香港島銅鑼灣天候廟道10號 銅鑼灣天候廟建設於清朝初年,由大使樊建造 當時稱之為鹽船灣鄉龍廟,天候廟的業權至今 認為大使族人的大使福堂有限公司再擁有 1928年通過華人廟宇條例,規定全港廟宇都要由華人廟宇委員會處管理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 銅鑼灣天候廟主派的神明就是天上聖母 而令賣神靈為觀音正財神,以及包公 附近地站亦名為天候站,該建築被列為香港法定古籍 之後我們會前往第二站,東華三院文化館 英文名為東灣Museum 位於香港九龍由麻地窩大佬道25號廣華醫院內 是介紹東華三院發展歷程的文物館為香港法定的古籍之一 今天我們的香港文物古籍發展遊就到此了 多謝大家的細心聆聽 也多謝各位的細心觀賞和觀看 我們先到此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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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